十全十美 听成语故事 习普人智慧 幽兔笑谈成语篇第161集 事宜 十全只治疗十个人 十个人都能痊愈 与霍本周里天观众宰下 医师 护用十全十美 抵御圆满美好毫无缺陷的境界 典元 周里天观众宰下 医师 医师掌医之正列 剧毒药以供医师 凡邦只有疾病者 比扬者造烟 则是一愤而治之 最终则积其医师 以至其时 十全为上 十十一 次之 十十二 次之 十十三 次之 十十四 为下 注解 毒药 毒药只含有毒素 但可用来治病的药 功 通功 因功 功脊 笔羊 头上及身上长的疮 笔 因笔 头疮 造 治 倒打 积 考核 查考 智其时 定定 它的奉务 十 一 十 典故说明 十全十美的全 美都具有圆满的意思 而十是数目之足 所以十全十美 就可用来比喻圆满美好 毫无缺陷的境界 这句成语的十全 早见用于周理 周理医书相彻为周公所传 内容记录周朝官制 其载数 医师益止 掌医之政令 平日负责搜集药物 为伤病者治疗 每年年中 则有饥喝人员 使其迹象 已定出应得的奉务 绩效等级 以十全为上 也就是 治疗十个人 十个都能痊愈 为最佳 十个人中 只有两个人 无法痊愈 为其次 有三个人 无法痊愈 为在其次 若有四个人 无法痊愈 便为下等 后来 十全十美这句成语 可能就从这里 演变而出 用法说明 一 世界上找不到 十全十美的人 每个人 必然都有 优点和缺点 二 这部作品 绝非十全十美 仍有改进的空间 三 我虽无法做的 十全十美 但会尽量小心 减少错误 四 怕凡事都要求 十全十美 所以带给自己 很大的压力 十全十美 虽然不可能 但把它当成 追求目标 亦无法 六 依总要求下属 要有十全十美的表现 难怪 从未人 能让你满意 七 所谓情人眼里 出西施 在爸爸的眼里 妈妈是个 十全十美的女性 十全十美 比喻圆满美好 毫无缺陷的境界 恭喜 今天你又学会了 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其苦人智慧 YouTube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